大家好,那現在要為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你申請了一個 像匹克幫這樣的一個免費部落格 那你又到那個雅虎大聯盟計畫這邊取得了推廣會員的資格 如果你不使用工具,那你要怎麼樣 去取得這個推薦的商品的一個連結碼 還有它的一個貼文的方式 那譬如說我申請了一個 那個匹克幫的免費部落格 那我要賣 紅機的電腦 那首先呢,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先到那個 商品挑選這邊 那我在那個搜尋列這邊來做輸入 那譬如說 我來輸入那個 紅機電腦 譬如說紅機桌上型電腦好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會 有幾筆的結果 好,那紅機的桌上型電腦它目前看起來有69筆 那如果說你進到商品的裡面呢 那它這邊是 會有一個連結可以按 譬如說我想要賣這個 我要賣這台電腦 那我就在下面的 我要推薦按一下 那這邊頁面上就會回應 如果你要像這樣子 的一個擺設方式 那你的那個 連結碼要打什麼 好,那譬如說我這樣打 全選 並複製 就是HTML 那我再連到那個 匹克邦的一個 管理界面 譬如說我要發表新文章 那它會出現一個 編輯器的頁面 那因為我們取得的是 網頁的原始碼 所以這邊要按一下 把它切換成 HTML的專用 好,那譬如說我這樣貼 那另外呢 因為文章標題要輸入 那一般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把那個 ALT 也就是圖片的一個說明的一個 文字 把它複製 貼到標底這邊 好,那這樣子 大致上就輸入完成 好,那譬如說我就按 發表文章 好,全站分類要 改一下 全站分類呢 這邊就選 譬如說那個 數位生活 好,那其他的就先不要變 好,那其他的就先不要變 好,那我現在已經在那個 管理界面裡面 發表了一篇文章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那個 前端部落格 頁面上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好,那譬如說我按一下 Reload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商品的標題 已經有出來的 已經有出來的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商品的 他的那個 連結嘛 我們可以把滑鼠移過來這邊 然後看畫面的下方 他就會有一個 M code 等於多少 好,那這樣表示說 如果有 訪客連結到這個 部落格 然後點到這個 商品的圖 那他這樣一按 就會連到那個 Yahoo購物中進去 那只要他在 20小時內 有做 購買成交的行為 那我這邊就可以 得到Yahoo 那邊 發下來的佣金 那其他的部分 就是以此類推 所以由此 介紹 大家可以知道說 如果你要一個一個貼 就是這樣做而已 那當然這個 一定是比較 耗時耗力 那譬如說我要再貼第二個 一樣,我就在點 找一個比較不一樣好了 譬如說我要點這個 我要賣這個 我一樣進來 好,那一樣是找那個 我要推薦 其實做法都是一樣的 那 這樣的操作 只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手動操作 他 要做到哪些步驟 才能夠呈現出 一樣 透過工具 那樣子的一個效果 我一樣按 我一樣把那個 網頁員什麼按複製 然後再回到匹克邦 我再發表 一個新的文章 好,那要記得這邊一定要按切換編輯器 把剛剛的原始碼也貼進來 然後標題 標題 標題的部分 一樣 照貼 照貼 好,然後那個下面的 全站分類 一定要選 不然那個 按鬆出的時候不會過 那我現在已經 發表了 第二個文章 也就是 第二個商品 然後在前端再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因為剛剛只有一個商品嘛 那我現在再裏露一下 那這樣子 就又都跑出了一個商品出來的 那如果點了標題 他就會連到那個 等的時候是一個商品的內頁 好,那以上介紹就是 如果你使用 人工貼文的方式 那怎麼樣在部落格裡面 去 銷售 或展示 雅務河中心的一個商品 好,謝謝各位